马富卢屏幕右侧的这四个圆形分别代表 第二行 第一个是总电源开关 按下设备通电 仪表亮 再按下设备关闭 这一个是代表加热启动 仪表参数设定完毕以后 即使仪表上面显示的是运行状态 不按加热启动 设备还是不会加热的 只有按下加热启动 这里在通电以后 会有一个绿色的圆环状亮的 像灯一样的 加热才能正常启动 再按下加热关闭 这一个是报警 当设备发生故障 或者是仪表检测到设备 有需要报警的时候 这里会有灯闪烁 然后有风鸣声 这不是一个按钮 所以说不需要按 这一个是散热 散热开关 当设备通电后 按下 有一圈圆环状绿色灯 显示通电 然后设备背面的风扇 就开始旋转 再按一下 就关闭了 风扇也就停止旋转了 然后再按下 一圈圆环状绿色灯 再按下 一圈圆环状绿色灯